现场电视机前以及网络端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持人朱家梁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一场 中国对日本七十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一场 第四场比赛是王安颖对来自日本的德王 我是现场解说张大海 今天非常开心和朱瑞琪前辈一起来解说今天的比赛 张先生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能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一场精彩激烈的比赛 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王安颖这个选手既打MMA又打战力自由搏击 所以是个两栖作战的选手 这是说明我们这个逻辑对抗项目 他都有很大的共性 既不是技术规则不一样 但是从心理 从技术能力 从打法 身体速度要求 都是很有共性的 是的 这个德王这个选手来自日本 他的训练水平并不低 当然王安颖也确实是抢手中的抢手 你看看 从现在来说 这个王安颖是在进攻的猛烈的程度 是占有优势的 是的 对 对 好的 一尾头一尾腿 王安颖还是很轻松 没错 现在看来这个德王这个运动员 他这个在杀伤力方面 我看觉得不是有点远 有点远 不是很明显 是 这个我们王安颖就趁这个机会 应该说不能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对 这时候越打越顺手 对 主要是你体力好 你就打 就打得你 这个感觉到我全身都发挥出来了 是的 那才是痛快的 对 对 哦 连续前 打了拳键有腿 哎 有了 正中下吧 没错 对 这明显在一个 左拳打到腮棒子上了 是的 很明显 对 第一次独秒 首先这个 在这个气氛上 他就不占优势 对 又是一个登腿 转身腿 好的 没错 对 好的 两人互相换权啊 对 明显的是王安颖的这个有效性更高一些 对 现在王安颖最大的优点呢 连继能力 连继能力很强 对 尤其是拳法 对 低扫 对 如果在打拳当中突然起腿 那更有效果了 是的 这王安颖啊 这个 所以上下要结合 对 打拳 马上起腿 德王这个抱架抱得很紧啊 对 德王呢 首先从被堵秒以后的心理上已经受影响了 是的 所以他这个打出来 这个全腿是有有力量是有限的 对 对 对了 连续的全腿组合 哎 现在对方 现在对方那个手抬得很高 你打他内部 踢他内部 踢他内部 踢他大腿 打中段 和低段 你打那么高 他手就放来了 好的 他不知道 i got it 2 好 两人第二回合比赛开打 好的 这个是主要是裁判案开始了 对 就可以打了 你不能等他做好准备了再打 王云速度很快 这一点这个王云 这个抢战这个实际挺好 对 起腿 边腿对 打中位 打中间部位 好的 王云这个选手很立体啊 有拳有腿有吸哈 对 好 对 你看这个拳打腹部 一拳头部 好的 这个打边腿多好啊 后边腿啊 他一下子进攻落空 打边腿 哎哟 后边腿都没打了 打了屁股上多好 哎 高草 哎 王云现在这个美拳打得都很足啊 对 这力量都很足啊 现在这个王云的心里占了很大的优势 是的 哎 因为作为这个德王呢 已经新的 这个这种战斗气氛 战斗这个锐气已经减半了 现在这个 对 现在对王云来说这个后边腿打得太少了 是的 哎 后边腿应该打得屁股 对哎 对手 你看听到 对这正好是对手有一个抬腿的时候一脚正中支撑腿 对对对对 很有效果 没害人 这司机时间抢得好 是 哎 哎 拳很重啊 看来这个王云啊 这个这个拳很有效果 是的 在这个情况下对方已经害怕 害怕王云王云的拳了 这个就他手抬得很高 在突然打他腿 打到后面大腿屁股 内部 对 这个会更好 哎 连续拳 哎 对不是挺好吗 这个 哎 这是缺乏点力度 对 好 迎击 对 对 跳膝的动作 成熟 对 对 也挺好 对 就看了 走 哎 这动拳击手啊 一身没有看清这个动作 又可以打了 乔七众妙 苦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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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期飓乱 老未知飓灭 快吃火 子飓�� 唱歌 能过圈 打过圈吗 再跟到 再跟到 放点 准备 准备 放 好 第三局 其实呢在前两个合合当中的安盈 已经达到两个赌秒了 对 也就是说德王胜利的 唯一的机会就是KO王安盈 对 如果不被对方KO 那就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所以想办法 这个第三局还输三输绝 对 如果这一次KO对方 或者让他对方多秒 那就对方就很难 很难打到最后了 是的 现在这个 现在王安盈左右直拳右后手 左手下勾拳 对 打好刚才后边腿 别放松 别放松 刚才这个 这个王安盈这个右腿的后边腿打的屁股打得很好 对 对 这朱老师说的对啊 他 对 对 他没跟了 因为这个德王现在光放防拳了 他腿部没跟了 全部的精力都在这个头部 没错没错 都赌秒了 行 已经是手撑定了 基本上 这个获胜没问题了 三次赌秒 好 打 停了 可以了 可以不打 确实是手无环机之力了 确实是丧失的战斗能力 快点快点医生 安全 估论 好 金 有请烟台市武协副主席 来州孙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邓腾飞先生 来州工程机械公司总经理 中华五校校友会会长蔡伟正先生 为他们颁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